上回说到四爷讲评,劝五爷白玉堂投案自首。 哼,白玉堂哼了一声,四哥,你让我投案自首,行啊? 把这南侠展昭给我叫出来,我得问问他,是猫城还是鼠城? 他要说,耗子横猫软,有这么一句话,小弟,我马上就归岸。 嘿,他要说,猫横耗子软,我当时就跟他动手比武。 他要赢了,我心服口服,我马上归岸。 可有一点,他要输了呢? 他要输了,我们两个人可就分出高地来了。 四哥呀,你不能让老兄弟我心里头老憋着这口气吧。 嘿哟,就为这猫根耗子呀,废话。 这五爷白玉堂一瞪眼,四爷讲评,望下压着韩子。 行行行,咱们先吃饭。 等酒足饭饱了,出了饭庄,天儿也不早了。 出了宋门,到了城根头了,马上就要关城门了。 白玉堂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。 嘿,你们瞧猫。 大家顺着他的手指一看,确实是南侠展昭展雄飞。 这展昭啊,是要北边进的城,是刚走进城门。 他这么一来呢? 这白玉堂心眼小,心眼戏,他又有想法了。 嘿,南侠展昭,耍花招,你叫赵虎在城里私房里到城外去找我,我没躲你呀。 你干嘛这么办呢? 白玉堂想的这一晃身行,哈哈哈哈哈哈,一阵狂笑。 其实他又错会了展昭展雄飞了。 南侠展昭这几天,没到西门外,去赴这白玉堂的约会儿。 他每天呢,出宋门关乡,找一茶馆,坐这喝茶歇着,他为的是躲这白玉堂。 等到快关城门的时候,他呢,才忘回反他进城。 没想到今天一进城,玉金四鼠了,白玉堂一阵狂笑,南侠展昭站住了,牛脸这么一看,展昭心中也有气。 信说白玉堂,我冲着侠仪道上的情面,一次两次对你容忍退让。 你不会不明白啊,今天你们哥四个来到京城,你们到底想干什么? 你们可不能欺人泰山呢。 展昭想到这儿,用手扶着刀瓣,面色从容,他瞧着陷空倒这四位义士。 白玉堂呢,一看展昭瞧,瞧自己,把两只手望后一背,胸脯一舔。 两只眼睛瞪着展昭。 这韩章也有点不服气,他不自觉的呢,拿手就扶着刀瓣来了。 徐庆呢,他急脾气啊,一瞧这哥俩这样,他两只手一钻拳,两只眼睛也瞪圆了。 就是四爷蒋平,两只手一插,抱着两肩头,面带微笑。 他心里明白怎么回事,他冲着展昭一地的眼神。 那意思,你别忘心里去,别计较,别出事,有四爷我呢。 展昭一看,四爷蒋平这个暗示,自己有点后悔了。 看起来,这陷空岛哥几个有名被人。 白玉堂到京城之后,我是百般的容让。 既然到了今天了,我干嘛? 望着一站,好像不服气似的。 这么一来,可就前功尽弃了。 你闹僵了,这事就不好办了。 展昭确实有涵阳,一低头,往旁边一闪,慢慢的就溜达开了。 这几位一看,展昭走了,他们呢,就出了城了。 到了城外头,蒋平一看,旁边没人,就问白玉堂。 老娃。 哥哥问你,问什么? 谁错了? 四哥,甭问,怎么错了? 三爷徐庆不明为怎么办的事啊? 怎么怎么错了? 白玉堂计量,白玉堂就跟徐庆说,三哥,你没看出来吗? 四哥问的对。 人家南侠展昭可是一个人,咱们可是哥四个,咱们四个人跟人一个人瞪眼,算什么英雄好汉呢? 不应该也不好看呢? 确实,今天这一相持,他一个,咱们四个,咱们不对。 蒋平点了点头,就跟徐庆说,三哥呀,瞧见没有,人家姓展的可告朋友,要知道这儿可归人家管,人家是官,四品带刀护卫,用不着他动手。 他只要一船上一动嘴,手上的官兵就得抓咱们插手办案。 咱们能继补吗? 二爷寒张,三爷徐庆才点了点头,明白了,哥几个旺回走,走了一会儿,看前边有三个随从拉着六匹马,马上驮着行囊。 白玉堂一看,陷空倒的,跟着三个哥哥的三个家人,白玉堂就得问呢,四哥,你们不是住店了吗? 这是怎么当的事儿? 家人就过来了。 吴老爷,您别问了,我们让人家给轰出来了。 什么? 花钱住店,竟有人敢望出轰的吗? 吴元伟爷,您不知道,轰出来算万幸啊。 吴老爷,这几位老爷跟您说了没有? 我们帮助柳大圆外截孙安这金子的事儿。 说了? 怎么了? 跟您说,孙安带着碎充烂铁,带着手底那帮人,也住这店了,当公馆了,把他们给轰出来了。 嘿,三爷徐姓说,好好好,便宜他们,要真堵上了,就是一场官司。 四爷蒋平心说,赌上了谁官司啊? 咱们可是假的,王朝马汉张龙照虎。 这三爷徐姓确实心眼少。 白玉堂就问着家人,怎么着,轰出来了。 是啊。 白玉堂回头又问,问四爷蒋平。 四哥,就那大的事儿? 没错儿,就那档子事儿。 这么办的,四哥,你们跟着我去住青云客店? 行。 这样呢,家人拉着马,就跟着几位元位爷奔着青云客店了。 这伙计全都认识锦毛鼠白玉堂。 哎呦,五元位爷,您回来了。 看见没有,给你们请客人来了。 我住那院不够用。 给我们找个小垮院吧。 行。 五元位,跟您说您这运气还真不错。 就您喜欢的院子,全藤下来了。 南北房对面,全都是三间。 这六间房干干干净净,漂泊凉凉的,绝够您住的。 行啊,马上给我搬东西吧。 这样呢,大家就搬到这小垮院来了。 哥几个住在北方,家人呢,就住在南方。 小管家白福一看见三外圆外来了,赶紧就张了那晚饭吧,因为他早来的。 当大家伙吃饱了,喝足了,躺下睡觉。 四爷蒋平就劝这五爷。 老五啊,今天我看见展昭了,人家展昭够朋友有个样,你得对得起人家。 再说呢,咱们跟丁照兰丁照会可有交情。 人家跟丁家可结了亲了,咱们也得对得起丁家哥俩呀。 行啊,四哥,您不让我归案吗? 干脆您把我绑了,给我送去。 你老抬杠是不是? 行,先睡觉,你好好想想。 第二天早上,四爷蒋平就有了主意了。 洗完脸书王口喝完了茶。 蒋平就问,老五啊,今天干什么? 听您的呀。 这么着,吃完早饭咱们进城玩玩去,哪天我没闲着,进城都进城。 你瞧,你怎么说话这么老枪台的呀? 二哥三哥,我爹,咱们进城这么吧,也让这家人到东京逛逛,有的可还没来过呢,行,都听您的。 四爷蒋平把话传下去。 这样呢,主仆八个人,离了殿房,就进了宋门了,各处闲游。 走着走着。 白玉堂突然间用手往前面一指。 四哥,看见没有? 我说展昭在后边指挥赵虎,您瞧。 那堆人,那堆人围着赵虎呢?赵虎要乔装改办,谁不认识他呀?啊? 嘿! 四爷蒋平眼着一转,记上心头,蒋平可就出主意了。 咱们单说,四爷赵虎。 他一个人往前走,慢慢的把这熟人都甩开了,他就出了宋门的关枪了。 他往南走,走着走着,天可就逐渐的黑下来了。 前边呢,是一处坟地。 这坟地呢,正面立着一个门楼,在这门楼的后边有几棵,几个人都搂不过来的大树。 其中呢,有一棵树,树根的底下这儿有一个挺大的窟窿,能进去好几位。 赵虎啊,累着好,就坐在门楼的台阶上歇着,一会儿的工夫走过两个人来。 这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,赵虎一看,一个四十出头,一个呢三十七八,一个夹着一大捆稻草,另一个呢,手里头滴着的酒葫芦,还蹲着一盆菜。 到了这棵大树前边,两个人先后就钻进这树窟窿里头去。 在这树窟窿里头,一边喝酒,一边吃菜,聊天。 赵虎听得见呢,这二位瞎聊呢,先说地,后说天,说完大塔,说旗杆。 一个蛤蟆两只眼,俩蛤蟆四只眼,三蛤蟆六只眼,数上蛤蟆了,声挺大。 数着数着蛤蟆,这声音就低了。 擦擦擦着聊天,聊得挺热的,赵虎听不见,赵虎就着急。 赵虎站起身形,站到大树窟窿后边,他侧耳镜听,听这两人说什么。 赵虎可上当了。 这是什么? 这是蒋平的主意。 这两个人,那是蒋平派里的试探的家人。 这赵虎不知道,就在后边听着。 里边这两位,说话声音可就稍微高点了,赵虎听得很清楚。 这四十岁出头的,就跟这比他自个儿小的点的人说。 兄弟,大内出事了。 钟列慈提师御花园首领郭安被杀,这小太监何尝洗被捆上了,交到开封府了。 是啊,我听说了,我听说这个案子交到开封府,让展昭去办。 展昭吧,兄弟我告诉你,他破不了。 你想想,外边的贼,他没进过大内,那里边能随便溜达吗? 那是太师爷派的人。 什么哥哥,你别胡说嘞,这里边是太师庞吉的事。 你瞧,这庞太师啊,下了功夫到处找高人的。 这回把这位夜游神请出来了,让他上进城里头去办案。 干嘛呀? 大内办案,给庞侯爷报仇。 要不是这么回事儿,为什么叫何尝洗到开封府去说实话呢? 嘿,这姓展的,他拿不着这夜游神,他就得丢官罢职。 他一还走,他还不走啊,他这一走,这夜游神就能到开封府去刺杀包丞相了。 把包丞相一刺死,就给太师爷的儿子就报了仇了。 瞧你说的,既然要刺杀包公要报仇,干嘛非得等着南侠展昭走了呢? 那是展昭有本事。 万一夜游神有个闪失,不就坏了吗? 别说了。 这夜游神可够玄伙的。 说玄伙也不玄伙。 那南侠展昭这么大本事,手下王朝马汉张龙照虎,万一这夜游神让开封府的人给逮住呢? 拿不住。 他们不知道夜游神是谁。 你知道,当来,我告诉你,这夜游神名正言顺的就在宋门关乡这住了呢,他们不敢去拿。 为什么不敢去啊? 我告诉你,住那客店叫登庸客店,门口贴的爆单呢,凤阳太守拆光公馆,表面上给庞吉庞太师送受礼,他们那头就是夜游神。 姓孙叫孙安,人称独霸江南草上飞。 你想想,草上飞,谁敢去啊,独霸江南。 不对啊。 就说南侠展昭一个人不成,加上王朝马汉张龙照虎这五个人还不成。 你说话白费。 这王朝马汉张龙照虎没能耐,他们不敢去。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? 我有个亲戚,在太师府里做事,他告诉我的,我告诉你,跟你说了,咱们哥俩好,你可千万别到处乱说去。 像赵虎你听见这个,你要琢磨琢磨呀。 怎么他们俩知道那么清楚? 你在哪儿,他们就上这儿聊天了呀? 要怎么说,四爷赵虎没心眼儿了,用计策,分用到谁的身上了。 赵虎一听,我们哥四个没能耐,赵虎沉不住气了。 可到要一想,我可知道夜游神的下落了。 要是把夜游神逮住,包大人就能往上边交差了,当今万岁一高兴,赶货也没事了,我们哥四个也没事了。 行! 我可别惊动这两个人,他们要给夜游神去报信去就坏了。 所以四爷赵虎内卒千宗离开这片坟地,知道这两个人听不见声呢,撒腿忘回就跑。 心说到天亮,我赶紧带着人到灯云客店去捉拿着夜游神。 等赵虎跑到城门这儿,天还没亮呢,城门没开呢。 坐在树底等着吧,一直等开了城门进城。 先上哪儿,他先上灯云店。 一看门口墙上真贴着爆弹呢,有伙计在外边扫地呢。 赵虎轻轻轻的声音,我问问你,这贴着爆弹写着什么?我不认识字。 你说你该干嘛干嘛,你打准什么?不认识字,告诉你,凤阳太守的拆官公馆,住几位? 不多,五位,普可不小。 你知道我是谁吗? 我哪儿知道您是谁啊?我可告诉你,这个拆官可是夜游神,啊?在京城? 大闹东京的夜游神,聊什么你? 我可是开封府的拆官。 您是拆官呢? 那是,我是四爷赵虎。 你可不许说话。 你把他们给我看住了,我马上回衙门吊人,你要是走了嘴,他们要跑了,拿你的脑袋。 哎呀哎呀。 赵虎赶紧往回跑,跑到开封府。 这赵虎手底下的机灵鬼偷灵魂,赵能,正在这儿等着呢。 四爷,你真等着我呢?我能不等您吗? 包的人看您不在,生气了。 问我,我只能实话实说,您赶紧去见包的人吧。 我得回去换衣服,您别换了,您赶紧去吧。 您这样一去,您打扮成叫花子,也让包的人看看,您为了私访夜游神,您受了什么罪? 行,孩儿里得住一队。 赵虎就来到包城项书房的前边,包星正在这儿站着呢。 赵四爷,您怎么这穿张大扮啊? 往安去了,求见大人。 哎,包星进去回话,赶紧出来了。 四爷,大人让您进去呢。 哎。 赵虎卖不进来,跪地磕头,包大人,赵虎给您磕头了。 包大人一看赵虎,跟叫花子似的。 包大人愣了,赵虎啊,你为什么如此打扮? 回大人话,哎呀,我访案去了。 什么案子? 包大人,夜游神呢? 哎,包大人也不能说赵虎,你没能呢? 你不应该去。 你访案怎么样了? 只能再问吧? 大人,我知道夜游神的下落了。 他就把访案的经过禀明了包丞相,然后退下去了。 包大人又信,又不信,既然赵虎打听,出来有这么个事,也不能不办案呢。 包兴啊,请展护卫。 包兴去,请展昭来,给包大人施礼,然后落作,咱们就不戏了。 包大人手里胡顺,看着南辖展昭。 战昭帝啊,放查夜游神知事如何? 大人,该犯畏罪远逃,卑职还没有仿出他的下落。 战昭帝,刚才赵虎回来了,说他查到夜游神,一共五个人就在宋门关乡登云客店。 你是不是带着王朝把汉张龙照虎到登云客店去捉拿犯人? 可不许逃走一个。 展昭一听,怎么变成五个了? 五爷是锦毛鼠白玉堂。 难道说,现空岛的思维意识全都到了吗? 大爷卢芳也来了。 展昭是真纳闷啊。 咱们下回再说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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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